老哲再次踏上前往康特母亲家的路 这次却意外地遇到了小伙凯尔 两人之间的对话迅速升级为激烈的争执 气氛变得异常紧张 原本平和的聚会瞬间被紧张和混乱所取代 双方的情绪都达到了废点 场面一度失控 这场冲突不仅暴露了双方长期积累的矛盾 也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了深深的不安 大家好 我是善良又正能量的阿妩 今天康特和阿祖法给大家推荐一款超级优惠的洗发水 就是这款北京同仁堂的合手屋 来自国货大品牌北京同仁堂 草本养发 增强发丝 防脱发 更茂密 能让男人再次爱上您的头发 喜欢的给一个支持 合手屋已经上架橱窗 去看看吧 老者与女儿在家中的早晨 围绕着康特的迟迟未归展开了对话 老者表达了想要将手机归还给康特的愿望 女儿则提出了康特可能的去向 阿祖法小吴的废墟 老者经过一番思考 认为现在不宜轻举妄动 因为康特是否真去了那里尚不明确 而且那里距离遥远 不想白费力气 老者提出了另一个计划 建议先去康特母亲家看看 因为康特知道家中房屋被毁 可能会回去查看情况 老者认为 既然康特母亲家距离不远 他们可以先行探访 也许能在那里找到康特的线索 女儿同意了老者的建议 两人决定立即出发 准备踏上寻找康特的旅程 在准备出门的过程中 老者和女儿心中充满了 对康特安全的担忧 但同时也抱有一丝希望 希望这次出行能够顺利找到康特 不仅归还手机 也能了解到他的最新动态 他们希望康特能够早日找到阿祖法 解决目前的困境 在车上 老者和女儿一边行驶 一边继续讨论着即将进行的访问 他们计划着如何与康特母亲交流 以及如果见到康特应该采取哪些行动 两人的对话中透露出对康特的关心 和对这次寻找行动的期待 同时也在思考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和应对策略 老者和女儿在前往康特母亲家的途中 心中充满了对康特的牵挂 同时也不免有些忐忑 老者担心如果康特不在 他们可能会与康特的母亲发生不愉快 女儿则表现出了坚定的态度 他告诉老者 即使面对争执也无需畏惧 因为正义在他们这边 当他们到达康特母亲家时 吉尔纳告诉他们康特并未归来 这让老者感到了一丝沮丧 然而就在他们转身准备离开的那一刻 小伙凯尔意外地从帐篷中走了出来 老者的怒火被点燃 他质问凯尔为何背叛了他们的信任 转而与康特为敌 凯尔的出现让原本就紧张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 老者的女儿和吉尔纳之间的争执迅速升级 演变成了肢体冲突 凯尔试图介入帮助吉尔纳 但老者立刻采取行动 阻止了凯尔的介入 这导致了老者和凯尔之间的冲突 两人之间的争执迅速演变成了激烈的肢体对抗 这场突如其来的混战 不仅让老者和女儿的计划落空 也让康特母亲家的瓶颈被打破 原本是出于关心和善意的访问 却因为误解和冲突 变得复杂和危险 老者和女儿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的行动计划 同时也在心中默默地希望 康特能够早日平安归来 在一次紧张的对峙中 凯尔面对老者的质疑 他的声音中带着坚定和不平 声称自己并没有做出任何背叛之事 他感到被冤枉 对老者们的指责感到困惑和愤怒 凯尔强调 他和康特之间有他们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 不需要老者们插手 老者的情绪并没有因为凯尔的遍解而缓和 他反而更加激动 逼近凯尔语气尖锐 老者认为 如果没有他过去的帮助 凯尔不会有现在的处境 而现在凯尔不仅没有表达感激 反而似乎在阻挠他们寻找康特 这让老者感到深深的失望和愤态 随着情绪的高涨 场面迅速失控 老者在一次冲动中将凯尔推向了一旁的油桶 这一行为彻底点燃了凯尔的怒火 他失去了平时的冷静 愤怒达到了顶点 吉尔纳也加入了混战 场面变得更加混乱 物品被推倒 声音此起彼伏 一片狼藉 在这场混战中 老者最终感到了疲惫和无力 他决定退出这场无意义的争斗 他告诉凯尔 这里已经没有任何值得停留的理由 继续留在这里只会让情况更糟 老者的话语中带着警告和关切 希望凯尔能够听从他的劝告 但凯尔似乎并没有被老者的话所打动 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 继续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愤怒 老者感到了深深的无奈 他知道自己已经尽力 但凯尔似乎并不愿意接受他的建议 最终 老者带着女儿离开了这个充满混乱和愤怒的地方 随着车子的远去 老者的心情依然沉重 但他坚信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 在这场混乱中 离开是避免进一步伤害的唯一选择 尽管这意味着放弃了与凯尔的争执